大家好,我是苗粉,苗哥 今天苗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主路和辅路之间切换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视线 首先我们讲一下 从主路出辅路的时候 如何安全靠谱的 从这个主路切换到辅路 由于主路的车速一般都是比较快 而辅路的车速都是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在主路并路辅路之前 一定要提前规划和提前预判 因为主路的车速比较快 如果你没有提前打转向 没有提前把车道并到最右侧车道 没有提前跟后车一个明确的信号 而突然之间并到的话 容易导致主路上你后方车链追尾 所以我们在并到之前 一定要提前规划 然后把车道慢慢慢慢的 变到最右侧车道 然后再离开出口前面 至少30米的地方 就一定要打起转向灯 千万不要说 我离开还有5米才打转向灯 这个是后面的车子 哪知道你会突然之间刹车 突然之间变道对不对 然后在你到达出口间逐渐减速 把速度控制在时速30公里以下 这个时候打着你的右侧向灯 从出口慢慢的出去 但是这里非常注意的一点 就是因为从主道并路辅道的时候 辅道上面还有车子 或者还有电动车 飞机动车在辅道上面通行 一定要注意观察 你并过去之后 你的辅道后方 有没有车子或者电动车过来 因为这个时候 你是并到过去 所以你的路权 是低于他们执行的路权的 千万不要跟他们发生碰撞 一旦发生碰撞 发生刮叉 一定是你的阻折 所以一定要找准没有车子空档 小心翼翼干净利索的 并路辅道 千万不要磨磨蹭蹭 因为出事故 往往就会这一下磨磨蹭蹭 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从辅道 并路主道的时候该怎么做 由于辅道它的车速比较慢 而主道它的车速比较快 所以我们在辅道 并路主道的时候 首先我们也提前 打起我们的左转向灯 然后走到插刀口的时候 注意观察你的左后方 主道的来车 找准来车少的时候 及时的并路主道 如果主道上面车流量比较大 车子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速度发慢 在这个缓冲车道里面 先行走一小段 然后再打着你的左转向灯 逐渐的并路主道去 因为这个时候 主道上面执行的车子 它的路权是大于你并道的车子 如果发生刮叉的话 那也是你的阻折 同时我们在并路主道之后 千万不要磨磨蹭蹭 慢慢吞吞的在上面走 你并路主道之后 只要你前方为车 你一定要及时把速度提起来 把你的速度提到 跟主道上面车子一个速度 这样的话 才能够很好的避免追尾 第三点 我们在主道和辅道切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主道辅道 它的这个专用出口 因为很多城市里面 在主道辅道 它都设置了专用出口 一般情况下 这个出口是属于这种斜向出口 假如说你在并道的时候 发现这个出口是这种斜向出口的话 它是带有一定的方向性的 上面可能还有一个箭头 有些出口是只能从主道并路辅道 有些出口是只能从辅道并路主道 这样有指向性的出口 它都是单向并道出口 千万不要逆着方向的走错了 一旦走错了 由于其他车连 它在识别的时候 它会看这个箭头 很容易导致没必要的事故和刮叉 甚至很多地方在这样的出口 它都设置了拍照的摄影头 也就是说你走错了出口 这个时候被拍了 基本上就会按照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进行这个违章处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在主道辅道切换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第一提前预判 第二仔细观察 第三千万不要走错出口 第四该减速减速 该加速加速 千万不要忧郁 如果你觉得喵哥讲的对你有帮助 还实在的话 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